哈哈,我一个外地人说上海话竟然还受到不少正宗本地人的鼓励 真是小鸭打杠 昨天有朋友发了一个帖子 叫只会说不会写的24个上海字 我来念念,看您知道几个 第一个,拧 意思是受潮而不脆了 比如说饼干 我把了并归听力要拧它 第二个,铺 意思是溢出来 烧汤烧稀饭的时候如果溢出来 上海人就叫做铺才来 所以烧汤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照看 不能走开哦 第三个,养 意思是融化 夏天小孩吃冷饮 家长都会说 跨地去,美地养它了 第四个,扛 意思是藏起来 例句 弄那照片看看好 第五个字 秋 意思是坏 是说人品行不好 比方讲 女人聊和秋 女人和回喜 第六个字 水 意思是饭粒 第七个字 意思是凉的 冷的 气温下降 天气 应污来了 农药都催 该一脑 是不是经常听到妈妈这么说 这里的银 上海话里写成银 而不是阴天的阴 表示有一点凉意 第八个字 翁 意思是食物腐坏的味道 上海人把食物坏掉的 不好的气味 叫做翁腹 第九个字 这话你们经常听到过 意思是赞誉事物之好 上海话里把某样东西很好 讲成 一般人经常会写成赞 其实比较标准的写法 是 Z 第十个字 E 意思是凉一凉 比一比长度 去商店里买衣服 营业员都会拿衣服 在你身上 一一一两对 今天终于知道了 E字的写法 第十一个字 MO 意思是用大话震慑 诵骗他人 比方讲 第十二个字 与 意思是味 比方说 大人跟小孩讲 味已经堆当来了 我鱼弄巧 第十三个字 米 意思是动词 饮 喝 老酒的意思 比方讲 我们在亚利亚 会是米两口小老酒 喝 形容 生气 愤怒 却发泄不了的样子 比方讲 发泄弄了 厚撒了 第十五个字 党 意思是摇动晃动水的意思 老派上海人把漱口 讲成是党自布 但如果交谈中说 其实这话经常是批评别人说脏话 第十六个字 党 意思是颠一颠分量 比方讲 阿利亚更加怂 那时候 等一等就晓得了 第十七个字 化 意思是 转眼偶然见到 这个字 在上海话里 就表示眼睛 偶然看到过的意思 比方说 可这么日经常 我好像撒得一般 祸着过去 第十八个字 嗯 通常说 鼻子不通气的状态 叫做 嗯别对 第十九个字 斗 意思是 被淋湿了 下雨天 你妈妈常常会问你 能为了个人 把鱼剁着了吧 第二十个字 女儿 意思是 揉捏的意思 揉面 在上海话里 就是 扭米风 打一让 而要死地下 扭扭衣 第二十一个字 读 意思是 弄缺 缺掉一块 这个字 共有三十五个笔画 堪称 上海话里 笔画数最多 结构最复杂的字 上海人讲 为了下雨天 是指 晚上有一个缺口 也可以说 把钱剪掉一些 打点折 比如说 第二十二个字 意思是 把一小部分 一下子折断 这个 接近于折断 但并不是 把一样东西 从当中折断 而是把这样东西的 一小部分 凹下来的意思 比如 就是把 刀度的头上 折掉一些 第二十三个字 意思是 气物逐渐磨损 失去了棱角和锋芒 比如说 鲁斯科 以他了 第二十四个字 他 意思是 吐舌头的样子 您看看这些字 您认得几个 会写的 又有几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